台讯们看一件网路发烧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香港力争民主自由 结果美国直栏NBA 也意外地卷入了这场抗争 刀火线就是美国NBA 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 日前在Twitter上面发文 力挺香港反送中运动 结果引发了大陆各界的反弹 第一时间就扬言要封杀火箭队了 结果第一时间 火箭队的高层其实也是放软身段 希望大陆的网友反应不要太过激烈 认为说其实这只是他个人立场 没有想到在美国引发了很大的反弹 美国有很多的球迷就批评火箭队 这样子就低头是不是也太向前来看齐了呢 结果今天这个事情继续的延烧 一位NBA总裁习国8号 在东京召开记者会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莫雷的推文的确是伤害了中国球迷的感情 但是他也强调立体莫雷的言论自由 不会为此道歉 结果这番话是立刻激怒了中国 遭到大陆当局认定是在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 央视宣布暂停转播所有的NBA赛事 大陆的艺人也纷纷表态不出席NBA的相关活动 那么就连淘宝网上呢也是全面的下架火箭队的商品 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呢是在上火线 表示说呢需要时间才能够看到禁蒙面法的成效 强调港府呢会以最大的决心来制止暴力 不过目前并不打算再度的引用紧急法来执行切断网路等措施 也暂时不会寻求大陆当局的协助 但是如果说呢情况太过失控 港府不排除任何选项 美国NBA硕士顿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 推文力挺反送中引爆大陆全国怒火 尽管莫雷火速三文道歉 NBA总裁习佛也紧急灭火 表示莫雷的推文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相当令人遗憾 但习佛仍强调力挺言论自由 这番话遭大陆当局认定 是在挑战中国国家主权 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 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 这是行不通的 在官方推波助澜之下 大陆民族情绪高涨 前火箭队球星姚明执掌的中国蓝鞋 先是宣布终止跟火箭队的合作交流 淘宝接着全面下架火箭队商品 大陆艺人也相继表态 不会出席NBA相关活动 就连央视也宣布暂停转播NBA所有赛事 尽管火箭队老板费提塔紧急切割 强调莫雷的发言不代表球队立场 球星哈登也向大陆球迷道歉 不过反而招来美国两党议员一片骂声 通批NBA为了利益罔顾人权 向中方示好的态度相当可耻 香港力争自由民主 NBA意外卷入这场抗争 如何善了考验各方智慧 综合报导